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关于悬疑刑侦犯罪的韩剧 VICE第一季第三章 疯狗和大侄来到老地方喝酒 他们经常来这里 店里的老奶奶和孙女恩兴都跟他们很熟 恩兴教了个男友 叫阿黄 是学校的老师 老奶奶非常满意 广播里放着最近热议的新闻 有人在一个网站上上传了很多偷拍视频 全是女性被侵犯的内容 上次拒绝酒妹邀请的恩秀 其实就是恩兴的姐姐 恩秀接到妹妹的电话有点不耐烦 恩兴走着走着 突然踢到了一个包包 还是新的 不知道是谁丢在了这 恩秀劝妹妹也不要私自碰别人的东西 可妹妹哪会听她的话 反正周围也没人 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 妹妹在包里找到了一张纸条和一个U盘 上面写着 这是恩兴的偷拍视频 恩兴非常惊慌 他不知道是谁这么变态 居然能做出这种事 就在这时 突然冲出来一个人 绑架了恩兴 恩秀在电话里听到了妹妹的惨叫声 接着电话就挂断了 他赶忙报警 妹妹恩兴在地下商场被人绑架 小浩直接启动计时器 11点53分 恩兴绑架事件发生 九妹收到消息后 立刻赶往报警中心 疯狗和大直也认识恩兴 他们经常去吃饭的那个地方 就是恩兴奶奶开的呀 恩兴被绑架后 扔在了后备箱里 他好不容易 才接到小浩打来的电话 他非常害怕 但是嘴被堵着 只能发出嗡嗡的声音 警方通过手机定位 发现恩兴正在去往城运站的方向 九妹让小浩把电话转给他 九妹在电话里安慰着恩兴 虽然恩兴不能说话 但九妹也可以通过声音发现很多东西 另一边 疯狗已经接近了维修手机信号的位置 附近就有绑架恩兴的车辆 可现在没有任何线索 总不能一辆一辆车去拦吧 疯狗联系九妹 让他给提供点线索 九妹告诉他恩兴应该是被关在中心椅上的轿车的后备箱里 在和恩兴通话的时候 恩兴也一直在挣扎 疯狗一下就抓住了重点 他让大直依次靠近每一辆车 然后狂按喇叭 虽然方法很土 但绝对是目前最有效的方式 恩兴还在拼命挣扎 为自己争取机会 这时疯狗的车已经和恩兴的位置重叠 他肯定就被关在前面的某辆车里 马上就到高速口了 再找不到恩兴的话就麻烦了 这时疯狗发现前面一辆皮卡车有问题 后备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 但九妹却说不可能是那辆车 他听得很清楚 是一辆中级以上的轿车 疯狗告诉他不能只凭借声音的推测 得综合当下的形式去判断 疯狗拦住了那辆皮卡车 车主却一直不开门 就这样僵持在了这里 小浩查到了车主的信息 尹志硕 29岁 而且手机尾浩和恩兴的一样 更恐怖的是 他还和恩兴交往过 分手后一直在纠缠着恩兴 大侄也发现后备箱里确实有人 突然车主一脚油门 开始逃跑 疯狗和大侄赶忙开车去追 可惜并没有追上 就在这时 一辆大车撞向了他们 彻底阻止了他们继续追击 据恩兴绑架事件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姐姐恩秀非常自责 身为警察 妹妹遇到危险都没有察觉 甚至连点忙都没帮上 奶奶和阿黄也来到了警局 现在看来 绑架恩兴的 就是她的前男友尹志硕 疯狗发现了一些问题 她觉得阿黄也有点可疑 阿黄也交代了她知道尹志硕的事 但她不介意 她是真心对恩兴的 疯狗问她有没有见过恩兴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不需要尹志硕和阿黄这样比较瘦的类型 而是那种稍微健壮一点的男人 阿黄表示她并不知道 只知道尹志硕这一个人 疯狗为什么会觉得恩兴有其他男人呢 原来她拿到了租车公司发来的资料 可能他们从开始就找错人了 租车的这个人高大健壮 而尹志硕又矮又瘦 疯狗当时也看到了开车的人 不是你只说这种身材 这时尹志硕的手机开机了 位置在游乐场附近 恩兴绑架案发生两小时后 九妹开始听案发当时的录音 她听到恩兴在挣扎时 车里发出了铁锹的声音 她想起阿黄走的时候 鞋子上有很多你 而且还在电话里说你 好像被盯上了 九妹赶忙给奶奶打电话 问她坐阿黄的车来警局的时候 有没有在车上发现铁锹之类的东西 奶奶当时很着急 也没注意这些 九妹让小号查一下 准备亲自去会会她 恩兴问阿黄 学校操场上也有很多泥土吗 看你鞋和裤子上都是你啊 阿黄只是尴尬的笑了笑 另一边警方来到了游乐场 但尹志硕已经死在了车上 后备箱里 也没有恩兴的声音 九妹这边坚持要把东西放在后备箱里 看完阿黄的后备箱也没有任何东西 就在这时 小号突然用对讲机警告九妹 阿黄不是恩兴的男友 她完全就是个疯子 阿黄就站在九妹的身后 这下尴尬了 而让九妹更惊讶的是 阿黄嘴巴里居然发出了哒哒的声音 和智慧遇害那天凶手发出的一样 另一边 疯狗发现尹志硕士被人弄死后才搬到了这里 绑架恩兴的凶手另有其人 据恩兴绑架事件 发生两个半小时后 九妹也被绑架了 嫌疑人就是阿黄 小号还发现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偷拍事件就是阿黄干的 她接近恩兴可能也是为了偷拍 阿黄靠拍这些视频赚了很多钱 另外还有一件事 阿黄在初二的时候 放火把家里烧了 是因为对母亲的不满与愤怒而放的火 她是个对女性充满了愤怒感情的变态 警方开始在各个路口巡查 但是半个小时过去了 依然没有任何发现 阿黄肯定是为了早点处理掉九妹 从周边的小路跑了 疯狗从一个线人那打听到了一条小路 这时阿黄和他的同伙大胡子准备活埋九妹 疯狗从那条小路过来后 发现了轮胎的印记 就在九妹快要被完全埋住的时候 疯狗终于赶到了 但这时对讲机却响了 阿黄和大胡子听到声音后 赶忙开车逃跑 疯狗顾不上追击 他得先把九妹救出来 九妹告诉疯狗 恩兴现在很危险 他听到阿黄说 晚上十点要拍恩兴的视频 九妹绑架事件发生一小时二十分钟后 案件结束 但奶奶却不高兴了 恩兴已经被绑架三小时五十分钟了 为什么只顾着救九妹 就不管他们家恩兴啊 绑架事件发生八小时四十分钟后 凶手已经准备开始拍摄视频了 那边小号调查后 发现原来当年阿黄的妈妈 传闻不太好 大家都说 她是封臣女子 但妈妈却告诉阿黄 她这么辛苦 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 阿黄的班主任非常照顾她 还送给她一个相机 然而 阿黄亲眼目睹了妈妈和班主任在一起 之后 她就放火把家烧了 最让九妹惊讶的是 关于智慧的案子 她好像也知道点什么 阿黄藏身的地方 终于被发现了 是个被废弃的学校 而这个学校就是阿黄当年上的那个学校 大胡子突然和阿黄发生了争执 他们被警方盯上了 大胡子有点害怕 想拿钱跑路 但阿黄不同意 在争执过程中阿黄杀了大胡子 恩秀收到消息后赶忙联系九妹 原来阿黄做的一切都是计划好的 恩秀的爸爸就是当年那个班主任 疯狗和九妹赶到了学校 但是只找到了大胡子的尸体 九妹听到有人在拖着什么上楼的声音 来到楼上后并没有发现什么 两人开始分头寻找 九妹又听到了恩星微弱的呼吸声 她很快就找到了恩星 而这时阿黄突然出现 袭击了九妹 疯狗及时赶到 但阿黄已经布置好了炸药 她一路逃到了天台 用炸药威胁疯狗 疯狗沉着 冷静 看准机会后瞬间拿下来 普文星绑架案发生17小时47分钟后终于结束了 然而 阿黄被带走的时候 又很小的声音说了句 如果我死了 就只剩下我女儿一个人了 九妹瞬间暴走 原来那是他爸爸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看来当时阿黄也在案发现场 他亲眼目睹了九妹爸爸被杀的过程 那个凶手的脸 他也看到了 和那个凶手比起来 他所做的事真的不值一提 阿黄被重案组带走 疯狗和九妹也开车跟在后面 现在阿黄可是唯一的目击者 一定要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 这时重案组的车没有了 他们开到了加油站 阿黄要去上厕所 一名警员带着他去了卫生间 跟警员走后 阿黄从嘴里吐出了一把钥匙 是他在车上捡的 九妹头上的血迹还没清理 他去卫生间准备清洗一下 大黄打开窗户准备逃跑 身后突然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还有那奇怪的哒哒声 九妹在清洗的时候听到了 卫生间里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疯狗在外面等得有点着急 他突然发现 重案组的车被人做了手脚 不是他们忘记加油了 而是油管被人割了 一直在漏油 九妹这边打不开卫生间的门 他赶忙通知疯狗 阿黄好像遇到了危险 凶手处理完阿黄后 直接放了一把火 疯狗他们破门而入 凶手早已逃之夭夭 阿黄用最后的力气说了句话 但九妹也听不清 他到底说的是什么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么断了 疯狗来到窗外 可惜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阿黄最后被警方判定为自杀 阿黄被杀时九妹听到了 凶手兴奋的发出了哒哒的声音 和智慧还有九妹爸爸被杀时候的 那个凶手发出的声音一样 高东哲在临死前去梦幻世界 见过一个人 那里的服务生也听到过哒哒的声音 而且还说高东哲 完全不像是要自杀的人 他当时非常兴奋 说自己马上就要成为有钱人了 再加上阿黄在车里捡到的手铐钥匙 重案组的车又正好漏油 警察内部肯定有内奸 本集的剧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